講到另一場歐聯八強的一次回合賽事 摩納哥帶著三個作客入球回主場迎戰 是需要全攻的多蒙特 講到全攻,多蒙特排了四個後衛 相信已經是做對一陣式 要做的事已經做了 排了四個後衛做主攻 也有鄉村真思做超級連結人 當然奧巴美是最前的 但有一個喜訊的就是 Marco Royce 萊斯一相遇復出 可以上回來 那你見到其實那個進攻是流暢了的 的確是流暢了的 但問題就是多蒙特為何都會飽受這個 出局的結果呢 就因為他們的防線 的確真的令人極度失望 我們可以體現到 這場賽事其實是如我的 是預料之中的 大家都是全攻型 真對攻真的出現了這場賽事裡面 那我說過真對攻在足球理論上面 就是要打一鬥條防守線 反過來 那竟然間呢 這個多蒙特的防線呢 是差過摩納哥很多 這個是令人幾震驚一下的 基本上呢 他們那個集中力 追人的意識都是很薄弱 反而呢 摩納哥呢 都有這方面這樣的調節 那就第一球 波入球 明顯反映了中後場和防線 那個是意識 完全是沒有人拍這個Mandy仔 任他推上來軟射的 那結果也都益了密拍比可以呢 花三分鐘就已經幫球隊先拔頭籌 領先1比0 那結果呢 其實這樣看呢 這個多蒙特呢 是岌岌可危了 因為他們竟然是要先失球 那但是 針對攻不要緊的 那你只要呢 在護攻上面呢 你也是有那個進攻的入球 那也都可以呢 跟對手拉成軍勢嘛 那雖然呢 這個香真師呢 已經是做了超級連結人的角色 而萊斯也都進來了 那但是你看到他的狀態 萊斯呢 都不是去頂峰 那另外呢 奧巴美爺的把握力 和走動的位置 都是令人失望的 那結果其實奧巴美爺 你看得到呢 即使他怎麼轉會 都其實都不會成為些什麼頂級球星 那這個也是 就是 就是 多蒙特這次呢 功不銳又手不穩 也是出局的理由 第二球球呢 就要贊一贊 利馬那個全中球 那講到全中球呢 近年 在國際球壇當中呢 就是你叫我 數最美全中球的 當然就是奇雲迪布尼 那第二 我相信 就是這個 詹斯洛迪古斯 那艾力臣都不錯的 那你說 第四、第五、第六 左右呢 我就會排到這場球呢 是表現得幾不錯的利馬 那利馬的全中球 的確呢 又急勁平飛 那是非常好頂的 那兼且呢 他控制的落點呢 很多時候都找到 涉前處的法卡奧 那第二球球呢 也都是反映了這個情況 那法卡奧是完全沒有人看管底下頂波 也都反映多蒙特 繼續是後逢鬆散的 那日本仔呢 因為鄉尊真斯呢 去到下半場的表現呢 就好了的 因為呢 他沒有再需要在後場那裡開始做策劃了 他就放鬆了 被鄉尊真斯呢 更加多呢 就是貼近禁區頂 等波到啦 希望呢 各個隊友的支點可以 是援助 他可以向前呢 是繼而呢 送一些直線給奧巴美爺和萊斯去攻的 那結果呢 其實下半場 因為那個調控了之後呢 多蒙特的進攻呢 是入獄了的 那也都具體地是追回2比1啦 那但是追到2比1之後 其實都已經呢 是翻雲伐術了 因為呢 這個多蒙特呢 這板斧呢 是的確不多啊 在主攻的層面上面呢 呢 支點 沒有 奧巴美爺 比較做得差 那另外呢 丹比利呢 在那個後上插入那個 那個是功夫上面也都不見得有些什麼的貢獻 他只是都是毒瘤死瘤而已 那對著摩納哥的防線 他可以做得到一次助攻出來 那但是 長遠計單比利 都是需要再是要 是 大幅去進步自己的整體意識 那這個也是他必須要留意的東西 好了 比賽到70分鐘呢 也都是被我猜中了 就是領先的摩納哥呢 就會停下來 因為始終呢 人是怕死的 那所以呢 他就縮低了 那縮低了之後 其實多忙特是有機會的 是有機會的 是有機會的 那但是真是令人很失望的地方呢 就是比斯石竟然兩次兩回合 都犯了後場猜失球的問題 那結果呢 也都是益了呢 就是利馬 將他交了上來 那一入場第一次碰球這個呢 是加力美呢 或者叫呢 就是加力文呢 這樣就很快呢 已經 一碰球就入球 一進來一碰球就入球 那進來都不知道夠不夠半分鐘 那多忙得呢 結果呢 因為憑借著這一次這樣的後場猜失球呢 他們就宣告呢 就certify了 那結果呢 站在四強的位置的球隊呢 包括就是 馬德里、雙雄、黃馬和馬體會 那另外就是二甲代表 周恩達斯 那另外就是摩納哥 就是法甲代表 那結果呢 四強也都產生了 那大體來說呢 我就覺得呢 那個四強本來呢 就是多蒙特呢 這個是 這個是理成嘛 估就是這樣估呢 那就是 中了就是這個 這個黃馬和這個祖恩達斯 那猜錯了呢 就是多蒙特和李成 那去到次回合的 其實呢 我都跟大家講呢 去到次回合 其實 進級機會大些的 都是黃馬 祖基 這個是 摩納哥 那還有呢 就是馬體會的 那去到最後呢 究竟是怎樣抽籤的話呢 我會在下一條片呢 是會立刻和大家呢 是預測一下 那個抽籤的那個形勢 還有呢 我是會否釋一下 各隊球 那個呢 是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和第三志願 他們最想對哪一隊 和最怕是會遇到哪一隊的 的